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红片七部的节目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而文章就特别提及到 有关于电动车这个产业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结论就是 西方国家是无可能排除中国的电池供应链 为什么又会这样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订阅关于我们三个频道 网红片七部正安波和沙冷气 那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现在电动车 都可以说得上是越来越流行的 而当中 推得最大力的肯定就是中国的 中国无论是使用电动车 以及生产电动车 都可以说得上是在全球市场里 占有最高的份额 大家可以看一看画面上的这张图片 大家看到吗? 这张图就是电动汽车的销售量 我们看到中国是由头大到尾 无论在生产和购买 中国都是占最高的 而排第二的就是 欧洲肯定 但是你相比起于中国的话 中国还要比欧洲超过一倍以上的 这个都是得益于中国政府 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大力提倡使用这个电动汽车 那我先说回这篇文章的内容 先说什么 为什么这些西方国家 没办法可以摆脱到中国呢? 在40年前的时候 明明诺贝尔化学奖得奖者 约翰·班尼斯特 他就曾经在2018年的一场採访里面 就提及到的 他希望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公路上 所有的汽车 都不再有废气排出 但明诺贝尔化学奖得奖者 他是在40年前 发明出里尼子电池的 而很不幸 今年的6月25号 他就已经过了身了 虽然在他在生的时候 还没看到 完完全全的 使用电池的 汽车的世界 但是 世界各国的政府 都很希望 实现这个梦想 能够从 汽油转变到 纯电动这个过程 是很艰巨 而且 是需要大量的资源 而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 在全球的范围里面的 电动汽车的销售量 就已经 翻了五番 去年还更加突破了1000万架 不过这样 燃油汽车 转型到电动汽车 本来 转变得非常快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现在受到不少的政治压力 尤其是地缘政治的阻力 这篇文章就特别讲到 过去这十年间 制造 里尼子电池所需要的 矿物供应 在每年以33%的速度来增长 才能够满足得到全球的需求 而且为了确保能够在2030年的 电动车 占有全美国的销售量总额的一半目标 美国就需要 几千万火这些 电池的 不过他们就认为中国就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电池金属加工厂 和电池芯片的生产商 以及成品电池的製造商 即使中国的生产 包括运费 隔了太平洋 运到美国 那个成本价 仍然能够在 美国占有一个主导的地位 正因为这样 美国政府 认为 要切断这条供应链 是非常难的 同时 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不过这一切 或多或少 都要多得 这位刚刚过世的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约翰班尼斯特 因为就是他在四十多年前 发明出 锂尼子电池的 虽然 约翰班尼斯特 他是美国人 技术 也是美国的技术 但是 在锂电池的竞争里 现在美国就完完全全 输了给中国 文章还特别提到 在锂电池的斗争里 美国 可以说得上是 输到一败逃地 反而在亚洲 就赢得开航 因为 亚洲是拥有 全球大部分的 电池供应链 从第一个瓶颈 去到原料生产 和加工 包括 两种最关键的 电池材料 都是在亚洲处理的 对于 全球的生产商来说 能够获得 稳定的原材料 是很重要的 在2002年的 全球理产能 几乎 有一半来自 澳洲 这里我所指 理产能 就是它的原材料 另外 有30%来自智利 然后 有15%来自中国 至于另一样的 原材料 聂矿 印尼 就在去年的产量 占全球的总产量 达到 48% 菲律宾就占10% 澳洲占5% 去到今时今日 企国 虽然 和在刚才我提及过的一些国家里面 是有贸易协定 从而可以获得到 这些 矿产 和有生产能力 但是 对拜登政府在最近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 就向生产商提供巨额的补贴 但是如果想获得美国联邦政府 为新电动汽车提供 7500美元的 抵税额 生产商 就有 更加严格的要求 就是 整架车的製造 需要使用美国本土生产 以及加工的电池 以及 相关的 矿产佔比 更加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栏 除了中国之外 和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都可以 计算进去 而同时 中国就更加建立着另一条 和美国平衡的电池供应链 同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电池方面的竞争 可以说是有针对性 来防止美国有一天可以追得到上来 可以说得上美国已经成为重点的打击对象 而至于裂矿 虽然印尼占全球最多 不过 据咨询服务公司普华永道的预测 在2035年的时候 全球电动车的产业 每年就需要270万吨的链矿 但是印尼目前每年只能生产到160万吨 其中有大部分 是用在不锈钢制造的 不过印尼也在规划着 怎样可以确建更多的产量 来开采更多的链矿 而对美国的供应链来说 去中国化 是其中一项 重中之重 但是 你一方面 是需要 生产电动车 而中国有完善的 涅矿野链的技术 以及 加工能力更加是占有 世界 总产量的四分三 另外中国更加是 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二的 你加工的能力 不单止在 中国国内可以做 甚至乎是由 中国的企业 在国外所开的一些 公司或者工厂 都可以 参与 这项 原材料加工的工序 不过 这些加工的工序 往往都是 高污染的 但是美国人 又有没有人愿意 去投入大量的金钱 投资在这一方面 其实是很少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 既然中国 可以以金链价 的方式来生产 如果美国 又照样生产 同样的话 成本就大大增加 在成本大大增加底下 你就变成了自己生产 就没有好处 反而 你跟中国买 才叫做合理 再加上 中国所有的一带一路 亦都要令到 印尼的链生产 可以保障到 中国的供应 更加是有 中国的企业 大举跑到印尼投资的 但是中国的企业 可不可以跑到美国投资 其实是有的 好像中国的电池巨头 是有宁德时代 据说 这家公司就和美国的一家企业 合资经营 在密歇根州里面 建立一个新的厂房 同时可以生产 聂电池 和锂电池 按这个总容量来的计算 这家中国公司 所生产的电动汽车 就占全球 总产量 三分之一 或以上 一家企业 就能够满足到 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需求出来 所以 现在中国 对于电动车的市场来说 可以说是 有压倒性的优势 而且 更加可以成功地 撑行一条龙的服务 由矿业 野链 再去到加工 然后制成成品 装嵌入到 电动汽车上 这整个产业链 的程序 每一环 都被 中国的企业牢牢掌握着 同时也都 有极强的 承担风险的能力 虽然 相比于中国来说 目前 在西方的国家 就只有少数的公司 会从事 业的加工 以及开采 正因为 太少人肯做 所以 你只能够 向中国 购买 但是 为了要 获得 美国政府的 补贴 你只能够 在美国本土里 建厂房 做电池生产 严格来说 这样做就很不划算 因为一来 你需要有 大量的熟练工人 二来的就是 由于 美国的 平均工资来说 就远高于中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 这些电池 放在美国生产 那么 成本就变得 非常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很难可以 和中国 竞争的 不单止是这样 这篇文章还特别指出 不少的中国企业 可以说得上是 对整个电池的产业里面 每一个细节 都有所掌握 不单止是有所掌握 某部分 在某一些 环节里面 更加是占 全球的产量的一半 有些部门 更加是超过70% 而其他那些 就由韩国 和日本 来到做 所以说 亚洲可以说 在这个电池产业里面 完完全全地主导着 达到九成至100% 所以 就算美国 他们能够 获得到这些 原材料也好 你要发展成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 对美国来说 根本可以说 不可能 不过 虽然 亚洲可以说得上是 掌握着整个电池生产 每一个环节 但是现在 已经开始有 不少 生产商开始担心 未来几年 那个生产成本 可能会继续攀升 例如 来自日本一家的生产 锂电池的 格膜 这间共事的主管更加华 在未来的10年 15年 甚至乎20年 到底怎样 才可以 令我们的生意 维持盈利呢 无可否认 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政策 是可以左右着一整个产业 但同时也可能 很大机会毁了一个产业 现在 美国政府也很积极地 扶持他们本地的供应链 而有不少的汽车生产商 为了可以获得 来自美国政府的补贴 都很愿意 加大这个投资力度 但问题就是 现在可以做到生意 都是因为有美国政府的补贴 但如果在将来的时候 当美国政府的补贴 停止了 你就变得 没办法 跟中国的企业 有所竞争 所以 文章的结尾 也特别提到 要真是可以掌握得到 电池供应链 真是 非常非常难的 可以说得上是美国有史以来 很艰巨的 产业挑战 而最令人讽刺的就是 锂电池这件事 是美国人所发明的 但是美国如今 就已经是没有办法 可以有效地掌握得到 整个锂电池的产业 所以说如果 美国还是有心 去推行 电动汽车的话 倒不如 拥抱中国的生产 不要再想什么 脱钩 好过了 是不是 过往来说 中国和美国之间 那个贸易往来 非常频繁 大家都如得水 双方都获得 自己顾客 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现在就因为一些 地缘政治的问题 搞到 明明 自己没有能力生产的东西 都要 硬去 打他出来 其实 某个程度上 只是自己笨 是不是 所以 我觉得 美国就不要想那么多 说要 重新建立供应链 因为 就算 被美国 成功建立到 整条的 电池供应链 也好 当中的成本 是很难 和中国竞争的 所以 在这篇文章的 最尾的一段 结论就是 美国 无法 排除 中国的电池供应链 好了 今节就分享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话题